好了 那么我们A9Controller对接呢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就到这里结束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是WLine 是吧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A9Controller 和外部员对接的时候 具体能使用在哪些 无线认证的这个情景下呢 那么我的A9Controller呢 是支持这么三种的 802.1X Porto认证 或者是Mac认证 或者Mac旁路认证 那么支持这么三种 那么我的这个外部员 同步的这些数据呢 只能是用于802.1X 和Porto认证的 因为Mac认证 它的一个用户名和密码呢 都是要一样的 但是AD服务器上面呢 是没有办法设置 成用户名和密码 一样的这个账户的 这是AD服务器的一个安全机制 那么如果你平时 在对于 如果有Mac旁路认证的话 你没有办法使用AD、LD、AP服务器 去进行同步 那么你只能在A9Controller上面去 手工的创建这么一个东西 手工创建这么一个东西 好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A9Controller 和外部数据源同步的一个 大体的一个情况 那么我现在呢 就给大家先做一下 那个外部数据源同步的话 我们具体应该怎么去做它 给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好 稍等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YK